今天我们来看看如何用手机拍摄温柔的日系亮调片 1.找到一个单一光源,比如一扇窗户,或者一扇玻璃门 2.观察天气,阴天相对更适合拍亮调照片 晴天拍摄的话则需要完全拉上柔光窗帘或白纱帘 确保室内光线均匀,没有明暗对比 3.和拍暗调一样,拍摄前去灌掉所有室内灯光,确保没有任何灯光的影响 4.把一张桌子或者椅子般的光源旁 5.找出一张白布或者白色床单作为背景 布景方式要根据拍摄角度决定 没有人像模式的手机无法模仿相机大光圈的虚化背景 因此最好选择辅拍 而有人像模式的手机还可以选择平拍 辅拍布景 把白色背景布放在桌子或者椅子表面 稍微揉出一些褶皱,显得更加自然好看 再将被拍摄主体置于背景布之上 辅拍步骤如下 第一步,打开手机里的默认相机 从上至下90度垂直对着被拍摄主体 第二步,根据需要拉近焦段 确保没有白色以外的背景色在画面内 第三步,点击主体进行对焦 对焦后出现小太阳图标 稍微向上拉,拉高曝光 使画面更亮镜清透 第四步,点击拍摄 第五步,简单进行后期 可以看出圆片稍微偏黄 导入图片到黄油相机后 套用一个较新鲜的线程滤镜 然后手动对参数进行微调 稍微拉高曝光 然后降低对比度和饱和度 整体画面因颜色鲜艳度降低而显得干净 但修改后柠檬的颜色感觉太灰也太亮 所以打开HSL 选择黄色色相 单独对黄色进行饱和度提升 以及明度的降低 色相往右拉 使它更偏黄色而非橙色 简单的后期就完成啦 整张照片是不是充满了日系清新感呢?